大家好 我是高雄潮雨 如果大家是一個韓劇迷 相信都會經常發現韓劇中的韓仔很溫柔 很好人 很會浪漫 港女看到會想和韓仔結婚 嫁給韓仔 幻想和現實是不同的 完全相反 現實的韓仔找她做老公 哭三聲都不夠 女人殺手禮 很喜歡暴力對待女人 好了 講到這個位置 或者大家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韓仔會這麼暴力 今天來講一下 其實韓仔之所以普遍暴力對女人 因為韓國是一個父權社會 不放女人在眼內 所以奧巴不是很多對女人很粗魯暴力 韓國一直以來都是行父權制 什麼都是男性做主導 男性為先 女人在韓國跟商品沒有什麼分別 看不起女人 韓國的說話叫做魚缸 用來打女人更好 知道什麼了 一直以來 韓國女性在韓國的地位都不多高 父權社會 女人哪有地位 在破正希軍事獨裁統治年代的時候 女性在工作場所 試過遭受不同程度的暴力 不友善對待 甚至是逼娘圍春 對此 女性只能密密接受 求助無門 直到 學生希年代之後 韓國女性在韓國 才再沒有那麼慘 對女性沒有那麼猖狂 時代不同了 但沒有那麼猖狂 不代表就是 完全再沒有女性被搞情況 韓國父權社會 女人的地位不會高得去哪裡 男性地位怎樣都會高過女性很多 韓仔在韓國有特權 當然會好好利用這個特權 拿盡利益 那女人一不相信自己 二就動手動腳 反正父權社會 對女性動手動腳沒有什麼後果 啊 近年有人調查過 韓國婦女在參與重要政治和經濟決策方面 是排六十八 一百個國家入面排六十八 排得都幾後 可見韓國是多麼負權 女人沒有什麼地位 男人話勢 就是 Women 哈哈 還有呢 韓仔這麼喜歡對女人使用暴力 有人做過調查問過 韓仔表示 因為暴力 可以解決問題 不動手 女人不會聽話 動手 女人就會收聲 就會聽話 再加上 在父權社會下動女人 沒有什麼後果 很自然地 韓仔就變得很暴力 暴力沒有什麼後果 就暴力 人就是這樣 沒有約束規限 就會亂來 韓仔很瘋 打老婆打女人 好像打仇人一樣 不留守 現實和幻想永遠都是兩回事 不要想太多 韓劇和現實是差好L遠 不過算了 說多少都沒用 迷韓女人是盲目 不會聽入耳 這些人 就下教訓 給韓仔煎幾巴就對了 親身體驗 好過就這樣說 俗語有話 見過鬼 就會怕黑 對的 戲劇 始終就是戲劇 不要有幻想 沒有幻想 就會無失望 啊 說起韓國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女權救韓妹呢 韓國就真的值得女權一下 平衡社會 不過又是算了 現在的女權 欺善怕惡 女權只做餐 如今世界就是這樣極端 要是過於女權 要是過於男權 對此 我願意打救韓妹 歡迎韓妹隨時來找我 你最後 到最後 為此 走